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年底台南市议员选举,国民党议员有多人不再连任,国民党在提名18人后,今天在公布征召三名新人投入议员选战,包括新峰区、南关县、江国明、永康区李振国及善化、新化区黄俊胜三人。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与三名新人李振国、黄俊胜,江国明召开征召参选记者会,包括市长参选人高斯伯、市议员蔡玉辉也预会出身归人区的江国明,36岁,长期从事社区营造,原为武党籍,经谢龙介网罗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征召,来自新化区的黄俊策,62岁, 曾任国民党新化区党部主任,新化镇民代表,市议员林泉中服务处主任及日照中心主任李振国,53岁,魏永康区复兴李长,担任四届李长,也是眷村故事咖啡馆执行厂。 谢龙介表示,目前民进党四分五裂,这是二十余年来,国民党在台南离职正最近的一次。 国民党要重新走入群众,与大家呼吸同样的空气,高斯伯说,三位同志都是党内发现区域内最优秀的党员,想为民服务,国民党负责提出优秀人员为大家服务。 他未来也会尽心尽力为三人服选,希望获得市民认同台南市议会应选57席,目前有53席,国民党占15席。 国民党这次议员选举提名18人,征兆3人,共21人。